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中 习惯性与他人比较 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哪怕面对无关紧要的小事 也常常想的特别多 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一旦遇到超出预期的状况 就会陷入负面情绪 不停地自责或抱怨 其实这些焦虑 纠结与烦躁 都是自我要求过高而导致的内耗 在恰如其分的完美艺术中 德国作家斯特凡·德德里希斯认为 每个人都想变得更好 但凡是过度追求完美 会成为我们获得成功和幸福的阻碍 先崩得太紧 反而会加速锻炼 人对自己太苛刻 也很容易会垮掉 只有恰如其分的完美 能消除99%的内耗 让你逃离亲手打造的精神牢笼 一 人生中大多数痛苦 都源于追求极致 在书里 斯特凡提到了一个朋友的故事 一次闲谈中 朋友说自己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南非旅行 他计划白天去爬山 看鲸鱼 参观鸵鸟养殖场 晚上在荒野过夜 伴着动物们的叫声入睡 这些新奇而美妙的体验 光是想想就令人感到无比兴奋 可斯特凡问他哪天动身时 他却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可能一生只会去一次南非 所以希望这次旅行是完美的 一切都必须恰到好处结果 距离那次对话过去十年后 朋友依旧没有出发 航班不够优惠 天气不够好 不懂当地文化 或者万一碰到露营车事故 他被假想中的种种障碍困在原地 一步也动弹不得 生活中 像他一样瞻前顾后的人不在少数 说好要学技能 却还没开始就担心学不会 干脆关掉视频课程 打起了游戏 说好要减肥 却不是抱怨状态差 就是一次次给自己找借口 结果 时间浪费了 热情也耗尽了 他们还要白白承受纠结与悔恨的煎熬 斯特凡在书中说 完美的时刻 计划并不存在 只是因懒惰和缺乏决断力而找出的借口 他曾报名学习萨克斯 但水平远不如同学 不是吹错音符 就是跟不上节拍 他对自己的表现很失望 想要等到完全准备好后 再去登台表演 老师却不由分说地安排了一场演出 鼓励他大胆展现自己 他本以为 自己那不够成熟的表演 一定会招致观众的嘲笑 可当音乐声响起 台下的观众顿时热情高涨 不仅没注意到他的失误 还纷纷起力为他鼓掌 他忍不住感慨 如果非要等足够出色后再演奏 或许自己一辈子都登不了台 放下对极致的执着 专注地享受过程 反而让他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人生最大的绊脚石 其实就是欠在一个人脑海中的完美主义 碰到意外并不可怕 走错方向也不要紧 一切教训 其实都是你修正自我的捷径 怕的就是你畏首畏脚 犹犹豫豫 为了想象中的完美 宁可什么都不做 就像埋在沙土中的鸵鸟 自以为隔绝了挫败感 其实是切断了你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二 过度追求完美 换来的只有无尽内耗 心理学家莫尼卡说 想要达到完美是充满痛苦的 因为他通常受到两方面需要的驱动 一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渴望 一方面是害怕做不好的恐惧 人一旦掉入完美主义的框架中 就会变得格外纠结与脆弱 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一点失误 少许挫折 都能在你心里掀起轩人大波 将你甩进负面情绪的漩涡 在恰如其分的完美中 斯特凡谈到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斯特凡的儿子 儿子非常热爱跳舞 17岁时考入了一所舞蹈学校 入学不久 他就被校方选中 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 为了拿奖 他非要把一个动作练上几十遍 直至没有瑕疵才满意 可过度严苛而枯燥的练习 很快就耗尽了他的热情与自信 他的肢体愈发僵硬 情绪也日益低神 一想起跳舞就心生反感 到了比赛当天 他也异常紧张 频频出错 什么奖项都没拿到 他既羞愧 又恼怒 再也不愿跳舞 于是选择了退学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斯特凡的同事 一次老板将新项目开发的事宜 交给了这位同事负责 同事不想让老板失望 亲自加班加点改方案 对下属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不过是文档格式稍微出错 他都要在集体会议上 不留情面地批评下属 渐渐的 下属们越来越害怕说错话 做错事 不敢表达任何新颖的想法 团队的创造力被扼杀 导致项目迟迟无法顺利完成 同时因此失去了老板的信任 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这两位主人公 并非不够优秀 反倒是因为太过优秀 过度严格地要求自己 导致自己陷入了无尽的内耗 为了扮演一个完美的人 他们疲惫不堪也要硬撑 力不从心也要逞强 而对圆满的盲目执着 就像甩不掉的水质 会不断吸食一个人的情绪能量 即使是客观的误差 他们也坚持视作个人的不足 没完没了的自我苛责 明明是一时的挫败 他们却偏要荡成最终的结局 哀声叹气地半途而废 斯特凡指出 想要完成一件事 必须有勇气与缺陷共存 在错误中学习 人生路上 多一份试错的勇气 才能多一次成长的机会 允许自己偶尔出错 允许结果不遂人意 内心松弛了 脚下的步伐才会更加精快 三 恰如其分的完美 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 书中有句话写道 不在计划内的选择 有可能会变成 比计划更好的选择 有意思 斯特凡专程去海边度假 顺便参加当地的特色集市 谁知 路上太堵车 等他抵达那里 集市已经散场了 正当他为计划被毁而懊恼时 他突然看到了 另一个集市的指示牌 那个集市更加漂亮 热闹 他玩得也比想象中更加愉快 人生在世 总有一些事情 让我们无可奈何 却又无能为力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直面缺憾 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恰如其分的追求完美 你才能停止无谓的内耗 活出最舒服的状态 一 调整期待 稳定情绪 书中提到 斯特凡和妻子搬家后 发现新邻居很不好相处 邻居见了面不打招呼 不愿借东西给他们 还拒绝他们的儿子参加自家聚会 妻子很是不满 斯特凡却从不为此烦恼 无论对方有多无力 他都不会往心里去 他明白 希望一切都符合自己的期待 本就是一件极不现实的事情 而他不对邻居关系抱有任何期待 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失望或恼怒 莎士比亚说 所有期待是一切精神痛苦的根源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生活都不会完全按照 你想象的样子发展 一件事情的得失成败 一段关系的亲密与否 任何人都无法百分百掌控 放下高期待 凡是顺其自然 便不会轻易被外界打乱节奏 扰乱心情 二 转换视角 平衡心态 某次研讨会上 斯特凡展示了一张纸 正中央画了一个点 其余部分都是空白的 紧接着他问所有的参与者 从这张纸上看到了什么 结果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回答 一个黑点尽管这张纸上 绝大部分都是白色 人们关注的却只有那一个小小的五点 生活中的我们 何尝不也是这样 习惯聚集于自身的缺憾 现状的不足 忽略积极或美好的一面 但实际上 好与坏往往都是相互依存的 人活着 别只盯着不顺心的一面 多去看看阴影背后的光亮 你会发现 那些自以为致命的劣势 不过是生命中微不足道的毛孟语 三 少想多做 看淡得失 书中提到了一个七十二小时定律 如果你决定做某件事后 七十二小时内都没开始 那么你完成这件事的概率 就无限趋近于零了 斯特凡曾和一位朋友约好 一起学习打高尔夫 朋友坚持要订购一个好球杆 挑选一个好场地 将学习计划一推再推 斯特凡却没想那么多 当天便前往了一家最近的球场 拿着借来的球杆开始练习 几个月过去 朋友还没正式打过球 斯特凡却已经熟练掌握了很多技巧 无论做任何事 完成是第一步 完美是最后一步 世上根本没有一步到位的完美 再优秀的人 也是在一次次失败中成长起来的 与其在空想中内耗 不如往前多迈几步 将焦虑和纠结远远落在身后 放下得势 立即行动 保存足够的精神能量 你才能跑得更快更远 有句话说 生活中不一定每天都有暴风雨 但习惯内耗的人却会天天经历 心灵的惊涛骇浪 一个人若想摆脱不必要的内耗 就得学会接纳自己的不足 给自己的精神松绑 恰如其分的完美中强调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达到完美 也不必达到完美 没有一种批判 比我们的自我批判更严苛 也没有任何阻碍 比过度的完美主义更可怕 试着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不要被一时的得失 过度的思虑所牵绊 你的放松与从容 反而会让你在不知不觉间 更加接近理想中的模样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